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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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东南方海面 也就是说 整个影响来说 明天影响开始增加 礼拜四的时候 通过台湾的南端 到了礼拜五的时候 就已经远离 不过东半部地区 这次要提醒注意 因为最主要就是 东北季风 再加上台风暖湿水汽上 共伴效应会使得 东半部地区 宜兰花莲跟台东的朋友 特别注意就降雨的状况 明天开始到后天 会非常的明显 要特别注意 山区的雨量大 溪水都容易暴涨 那西半部地区 倒是有这个 中央山脉屏障 来看一下温度了 先注意到 各地温度状况 在白天的时候 都温度下降 提醒您 在雨区行车的朋友 要特别的注意 我是戴力刚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 天气信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 就要锁定我们 中式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